香港各界表示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 3号提出的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 围绕止暴治乱 恢复秩序 进一步凝聚共识 并付诸行动的呼吁 非常必要和及时 香港多位政界人士呼吁香港市民 向暴力说不 维护一国两制 给香港带来的和平稳定 用暴力是绝对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反而是会令到我们的自由越来越少 人权倒退 民主根本就不用想 因为这帮暴力分子 它现在在做的 不单只是挑战特区政府 它是在挑战一国两制 它是要求香港独立 这个是无可能容许的 那就是令到香港越来越差 香港法律界人士表示 止暴治乱恢复秩序 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重要 最迫切的任务 守护家园人人有责 我觉得港澳办要求香港止暴制乱 这个是香港现在面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此重的 香港的经济现在是一落千丈 香港的旅游业 零售业 酒店业 饮食业 不单只是雪上加霜 还是进入一个严峻的寒冬 中央政府有力度的支持下 我相信香港政府是有信心 有一个重要的支持 去硬朗地执法 尽快止暴制乱 这个港澳办非常合适 呼吁香港各界的人士 和支持止暴制乱 所有公权机构 都是要支持政府 包括警察 律政司和法庭 大家都是要互相配合 才可以